中秋节晚间两点多 好几名男子在大街奔跑 跑在最前头的正式就读锦砖的灵性男子 原来他在不久前骑车到中和进行性交易 事后疑似把对方的钱抢走 惹怒对方 招七名扼煞卢走 灵男被迫录下自白影片 念出学生编号更称自己吸毒 事后歹徒将影片上传学校群组并删除 让被害人无法收回讯息 最后再将人丢包到桃园龟山一带 直到凌晨四点 在家人陪同下向警方报案 灵男向警方坦承意图性交易 但到场后随即遭歹徒控制殴打 并抢走身上现金 同时被迫拍下自录影片 遭勒索七万多元遮羞费 否则扬言公布 目前双方各说各话 但灵性男子身为准人民保姆 却罔顾校规及团队荣誉 目前也遭警砖火速开除 不论售